AI话题成为驱动国内房市成长的加速器 产业供应链重组改变企业购地版图 根据统计2024上半年 土地及商用不动产交易总金额1673亿元 较去年上半年成长了近50% 央行的信用管制基本上都是限制所谓的住宅购物 平均地权条例2022年上路之后 基本上也是钻对于所谓的住宅 的确是让很多资金其实涌到所谓的商办市场来 商办比起住宅较不受到银行放款限制 加上8月台商不动产投资限制解禁 台商资金回流规划在台生产线厂房都扩点 再带动商办厂房需求量高涨 台北市尤其是这些这个精华区 它我们看到一地难求 可买的这个产品非常少或者是价格非常高 工业区的这个土地或者是产办 会变成一个主流性的这个商品 今年唯老都根话题也热络 让企业已买代租风气盛行 策略改采小换大就换新 根据实价登陆显示 2024上半年台北27栋办公大楼 出现一级交易 总交易金额达到175亿元 租金更是看涨不看跌 各级办公大楼在2022年第三季 全面突破租金每平2000元大关 尽管央行现代令也让住宅买盘稍微冷静 但激情尚未退散 带动商办成为大户们投资的热门标的 三连行为陈世雄 李嘉倩 台北报道